新浪藍天配上粉色櫻花 每部伸收 仿佛置身童话世界 游客纷纷拿起手机 想要记录下眼前景色 大人小孩开心合照 因为往年要看到这幅美景 至少得等到日月 今年确提早一部盛开 才不到一月中 海拔最高1600公尺的嘉义梅山 路旁的鹰骨王已经绽放七成左右 路边粉色櫻花树 为周边建筑染上一层浪漫气息 而这颗核精英是太和村茶农 在15年前种下 吸引不少游客固定在这个时节前来赏花 而今年天后刚好如期盛开 最佳观赏其预估还有十天 提前开花的还有海拔高度 约1800公尺的台中武林农场 芬嫩花瓣枝头上绽放 吸引成群蜜蜂前来采蜜 这是原生种产于日本的昭和英 台中武林农场原本预计2月初 我们才主要大概都在三月中才开花 赏英景点陆续开花 预计将会持续到春节前后 民众想要出门走春 可以把握时间感受浪漫氛围 静新闻 光平荣 西红瑞才能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